80年前的美国黑人可能无法想象 他们的子孙可以和白人一起工作 一起投票 甚至有人可以当美国总统 而让这一切成真的灵魂人物之一 是他 马丁·路德金 昨天这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是他被刺杀的50周年纪念日 在争取黑人权益的一生当中 他受到无数次的恐吓 三次入狱 三次被醒一次 最终他也没能逃脱刺客的子弹 1968年的4月4号 马丁·路德金在声援黑人罢工的活动之后 回到旅馆 就在旅馆的阳台上被人开枪打死 德年39岁 50年后的4月4号 美国各地纷纷举办游行活动 纪念这位影响千万美国人命运的黑人领袖 数以万计的美国民众 走上孟非尔斯市的街头 参加纪念一顾黑人领袖 马丁·路德金 遇刺50周年的游行活动 他们一路高喊口号 尤德则敲打乐器 来纪念这位名权领袖 林边乡在马丁·路德金当年遭枪杀的汽车旅馆前 现场执行了默哀仪式 而三名代表则在庄严的钟声下将花圈挂在露台外 气氛肃肃慕凝重 至于在首都华盛顿 许多民众一早就聚集在马丁·路德金纪念碑前游行 他们手指各种标语 呼吁各界终结种族主义 随后在国家广场举行的追悼仪式上 不同宗教的领袖轮流上台致辞 现场也举行了音乐会 悼念这位黑人领袖 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高举人权旗帜 最讲求自由民主的美国 在七十多年前其实也同样存在着种族冲突 也充斥着歧视黑人的氛围 19世纪美国的内战结束以后 虽然废除了奴隶制 黑人不再是白人的奴隶了 但是美国南方很多州政府 还是立法实行种族隔离 哪怕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 黑人还是不能跟白人去同样的学校 不能上同样的图书馆 他们也不能在餐厅里 在巴士上和白人坐在同一个区域 就算巴士前方有位子 他们也必须坐在最后端 反正黑人在那个年代 连基本的投票权利也没有 根本就是没有实质公民权的所谓公民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出了一位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会崛起 其实也跟一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 话说在1955年的12月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蒙哥玛丽 有一位黑人妇女上了巴士之后 她因为拒绝尊崇当地的法律 不让位给一个白人乘客 结果她被警方逮捕了 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黑人的愤怒 为了抗议巴士上的种族隔离政策 他们发起了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 和后续一连串的抗议活动 年仅26岁的马丁路德金 被推举为抗议运动的领导人 那抗争持续了381天 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 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 违反宪法 蒙哥玛丽市公车上的种族隔离规定 也被废除 那马丁路德金牛刀小事 一战成名 逐渐成为为黑人争取自由 和平等权力运动的领袖 1963年8月28号 马丁路德金领导大规模群众 视为有形 他站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 对视为的群众 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 酣畅淋漓地抒发了黑人 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和不达目的 事故罢休的决心 也因此成为了人类历史上 流传最广 最有影响力的演说之一 他发起了非暴力民权抗争运动 最后促使美国国会 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 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启示的政策非法 在马丁路德金的奋力抗争之下 美国社会陷入了动荡 最终促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 也让美国黑人在林肯颁布解放黑怒宣言 102年之后终于在公民权利跟政治权利方面 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 而他自己 马丁路德金 也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马丁路德金的一个梦想 让很多美国黑人也因此有了敢追梦的权力 是他让美国黑人从一个绝望的低谷 开辟出了希望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